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际的局势 我们现在前面第一句话 不是讲说风起云涌吗 我们第一题讲的比较更多是亚洲的部分 尤其是东亚的部分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好像欧洲对于亚洲局势也非常关切 所以大家就问是不是这个北约也怎么了 应该这么说吧 我刚刚不是讲说这个亚太小北约吗 亚太现在的情势就是 有多个双边的这个条约或双边的这个安全同盟 正在打造当中 除了澳英美同盟算是多国之外 其他都是双边的 而且大多数是以美国为核心 美日美韩美非美什么美的这样子 美太这样连接起来或美星连接起来 这么一个多个的双边条约 打造成一个围堵的网围堵的圈 所以它不能叫做亚太小北约 因为不是说日本被打了之后 韩国或越南印尼什么都跳起来帮忙 但是北约就是理论上会走到这一步 所以不能叫亚太小北约 但是北约关切台湾也好 或关切亚太局势也好 其来有志啊 它不是最近的事情 各位注意看就是北约过去 大部分过问什么呢 欧洲事务嘛 尤其是针对俄国的事务 或者说欧洲大陆上发生 比如说前这些共产国家在瓦解的时候 这个过程发生动荡 那北约非常关切 那理所当然因为它原来的这个关切点 就在哪里 好了那这几年我们看到 北约的关注点从欧洲慢慢转到亚洲 所以我记得大概说两三年前 大概最早最早可能三年多前 北约最早对亚太局势表达关切的时候 中共非常生气 中共说你就管你管好你欧洲就好了 你把手插进这个亚洲来干什么 因为中共非常晓得 因为我现在要破坏国际秩序 我也要在亚洲踏出第一步 如果我亚洲踏出第一步 你北约就来插手的话 那我面对非常大的麻烦 所以我立刻把你反驳回去 但没有用 北约关切亚洲局势或关切印太局势 我讲起来有字 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经贸因素 大家不太知道 大家觉得北约这个就是他们在那边做生意 或欧洲国家欧盟或什么基深 他们做生意就好了 大家不要忘记G7也好欧盟也好 他们做生意的很多的对象 除了美国除了美洲之外 很大部分是在亚洲 否则亚洲这星星四小龙 你东西卖给谁嘛 就这么简单 也就是大家互相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等到中国大陆参加了这个世贸组织 然后经济开始逐渐起飞的时候 它跟欧洲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也就是它欧洲国家回头必须关切 亚洲的动向 我就算不关切菲律宾 越南等等 我必须关切中国大陆跟台湾 跟南韩跟日本 这些国家对我的是经贸上非常重要 所以经贸上这第一重要 第二他们都已经明白讲了 马克宏在这个北京去呼应了习近平 讲台湾不关我们的事等等 结果立刻被三十几个欧盟的议员就打脸了 欧洲议会的议员讲说 我们每天跟亚洲的贸易 大概48%的货柜要走台湾海峡 怎么不关我们的事情 怎么可以不过问 所以大家觉得马克宏第一 你这会讲话不像话 第二你不配当着欧洲领袖 第三你不配代表欧洲 第四你能不能说法国领袖 大家都有点怀疑了 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这是什么没有尝试的话 所以第一这是经贸关系 我们还是讲少了 第二是一个民主问题 如果大家都认为 现在的确是一个专制政府在回潮 然后民主政治在后退的时候 你要怎么巩固民主阵线 你要怎么巩固民主阵线 如果说乌克兰是欧洲 巩固民主阵线的第一块骨牌的话 那台湾可能就亚洲的第一块 所以台湾作为这个 作为一个被欧洲国家 或北约国家关切的一个对象来说 第二个因素是民主价值 第三就是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除了刚刚讲说 台湾对全世界的经贸的重要性 台湾半导体的重要性 台湾海峡重要性之外 其实更重要一点就是比较抽象的 就是国际秩序的问题 我常常在讲 欧洲人或者欧美人看俄乌战争 跟台湾问题跟台湾人看的不太一样 台湾人看就是俄乌战争 它可能影响到我们 欧美看的就是如果在乌克兰战争 在战场上面我们不能把俄国拦下来的话 那么俄国下一步就可能会变成今天的希特勒 所以我们必须拦下来 而如果西变成希特勒不拦下来 东变成军阀日本就可能崛起 而今天的军阀日本恰恰好是中共 所以美军才说台湾的东西 是涉及到第三次大战的问题 当然是 当然是 所以大家讲第三次大战 其实我在节目上之前就讲过 大家还不太相信 现在人人都讲就变得没什么了不起了 但重点就是 北约国家看这个国际局势 西线我必须打败俄罗斯 东线我必须嚇阻中共 来侵略台湾 这就是东西两线就是一盘棋 所以不是说我欧洲归欧洲 然后亚洲归亚洲 这是全球一盘棋 而这种态度我们可以看到 4月份的时候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克那位女士 去访问中国大陆 他连续讲了几段话非常精彩 他在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就讲 中共用强制手段控制台湾 这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会引起欧洲强烈的反弹 这是第一段话 第二段话他参加G7 这次外长会议又讲台湾问题 这个如果违反了国际法 那么德国不能为了跟中国的 经贸利益而视而不见 这是第二段话 第三段话他回国了 然后跟这个联邦众议院去打询 他讲中共对内镇压 对外咄咄逼人 其中有些内容不是一般的令人震惊 他是没有说令人罚恥 所以他讲他的结论就是 北京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 或是一个体系的对手 不是一般的竞争对手 他说台海的问题 如果军事的这个方面升级的话 那是一个世界的恐怖场景 那类似的话我们上次提到 在这个欧盟开会的时候 邀请了这个外交政策负责人 伯瑞利去讲 伯瑞利是讲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这欧洲的舰队 去巡航这个台湾海峡 这话讲得就非常明确了 所以我们把刚才前面第一题 就是亚太的这变局 跟现在北约或是欧盟 或是欧洲国家对亚太的关切 我们其实想看 我们看到有什么事情 它就是一盘旗 它就是一盘旗 所以我刚刚讲西线跟东线 不是说那边不管这边 这边不管那边 所以我很早就讲 乌克兰战争攸关台湾 因为乌克兰很快被打败的话 中共就立刻打台湾了 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 好 我们在说什么呢 我们说的就是 我们这两年来的 全球围攻的态势 正在逐步形成 也逐步强化当中 下一步我们要观察什么 观察两件事情 第一 四方会谈 第二 观察三国同盟 会不会实体化 会不会军事化 会不会扩大化 尤其是四方会谈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